这里是爆炸的核心区域 刚才我们接到家长的热线 说是铁武小学通知家长在11点钟左右接孩子放学 说学校停水停电 明天是否能继续上学呢 还得听学校的通知 对于家长们来说呢 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 我刚才在百度搜了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核心区域呢 距离铁武小学有800米左右 那么是否受这个爆炸的波及或者是影响 我们还是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呢打算去学校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地方的路况非常紧张 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呢 还在持续的进入到事故现场 这个地方非常难打车 所以我决定不行去学校 我往学校走的这一路上呀 听到的全市市民呢在讨论着爆炸事故的事情 在这里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各位市民 我们在围观的同时呢 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尽量少围观 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重 同时呢也可以减少拥堵 让我们的救援车队呢可以更加顺利地进行 前面呢也就是铁路武小学 已经陆续呢有家长开始接孩子放学了 在这儿呢有大概四五十人吧 这么多家长都在接孩子们放学 早上是怎么都放学了呢 没有水没有垫 有水平垫是吧 炸了我们我们搬了一年二晚嘛 那个下车就炸折了 真的吗这么厉害 嗯 这么厉害 那你们你们是不是都挺害怕的 嗯 那个下车就炸了 现在呢已经陆续开始放学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儿来的家长是越来越多了 比我刚到的时候能多出来一倍 翻了一番 也就是十分十五分钟左右吧 校门口的家长呢就已经少了很多 孩子们呢也已经陆续放学了 大家好 我是今天早上水阳 发生大爆炸的当事人 嗯 事情是这样的 早上我送完孩子 在南京马路送完孩子上学之后 然后坐在那个附近的一个早餐店吃早餐 然后我就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就一股巨浪 一股无形的浪 这个气波冲过来 然后我吓得就赶紧往外跑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好多人都已经站在马路上 所有的玻璃啊 包括楼体的玻璃全碎了 然后我一摸 我自己就发现已经受伤了 就这个位置 缝了三针 特别可怕 珍惜生命 生命无常啊 真的珍惜每一天 然后手也破了 但是不太严重 所以说很多很多人啊 都已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轻微伤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 非常可怕的 今天呢 是十月二十一号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半了 今天呢 这么说 说句不好听一点 简条小命 为什么这么说 大伙也能知道 今天水阳 有一个饭店爆炸了 现场是相当相当的惨烈了 那抖音呢 是什么头条啊 西瓜呀 连那个中央卫视 中央电台记者 都就过去采访 可以说 沈阳啊 我有印象开始啊 到现在 没有比爆炸 比这个再严重的了 这是最严重的 给那公交车 崩啥样 窗户干粉碎 那人脸子全是啊 全是玻璃茶的 我记忆当中 有一个出租车 让我印象深刻啊 出租车司机满脸是血 满脸是血 玩事 问乘客怎么样 你没事吧 给乘客开门 让乘客下车的时候 乘客的脸上 全是玻璃茶的 那种惨烈的画面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啊 为什么我说 我简条小命呢 发生爆炸的时间是 10月21号 早上的8点20 我是7点20的时候啊 就是在 爆炸之前的一个小时 正好在那路过 正好在那路过 就差一个小时 咱怎么说呢 这也是 运气 点子啊 因为你无法去预测 无法去判断 我哪个时间段啊 在哪个地方 这谁也无法预测 别看我天天在路上行驶 你谁敢说 你10点时候在哪呢 对不对 你9点时候在哪呢 如果7点20的时候 我正在路过那的时候 正好路过那个 太阳级南起马路的时候啊 正好走到饭店门口的时候 他要爆炸了 那今天我就算倒霉 对不对 你啥也不用说 你就是倒霉 所以说 这次爆炸事故啊 造成了 截止到目前啊 我知道的 四个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我想说啥的 就是 这些人啊 你说他点的背不背 倒不倒霉 你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这是天意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叫做 明天和意外 不知道哪个先来 其实我今天下午 我都想松车了 心情比较沉重 你想到你说我们 我这一天早起贪黑的 你说真要是七点二十的时候 爆炸还给我扔到那了 你说我取不取 我冤不冤 但是你要贪上了 你就真一点招没有 所以说今天我也是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是真好 所以说以后啊 在工作当中啊 不要那么太拼命 其实有一些小伙伴嘛 总的劝我 别这么累 那么累干啥呀 就算你挣再多的零 没有前面的一个乙 谁是乙啊 我是乙 对不对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老婆孩子 老妈全靠你呢 你说你要在人倒下了 或者发生点什么意外 怎么活呀 他们怎么活呀 是不是 所以说今天啊 确实是挺庆幸的 确实挺庆幸的 后怕呀 第一时间啊 我当时还不知道呢 发生爆炸之后呢 我都不知道 是快十点了啊 我媳妇给我发一个 发个小视频 我说这哪爆炸 我还不知道 随后呢 有大连的 大连的网友啊 有善地 有迪格大头熊 还有包头的网友啊 都发来微信 问我 这是水扬爆炸了吗 你知道这事吗 我说我也是才知道 我也是才知道 谢谢大伙的关系啊 还有我妈也发了微信 问我 早上吃饭吧 就是没话找话 就想让我 证实一下我没事 你知道这个意思 谢谢大伙的关系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系 这回你看到了 我依然健在 活不愣跳啊 没有事啊 没有事 但是今天我确实是 有种劫后 劫后余生的感觉啊 以后会更加珍惜每一天 终于体会到了 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它只有一次 视频的最后呢 我想对那四个 以逝去的生命啊 说一声 一路走好 逝者已逝嘛 节哀顺变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仍然是辽宁省 电力中心医院 那我们所了解到 爆炸发生之后呢 120是紧急赶赴到了现场 将所有受伤的这个伤者呢 是陆陆续续的 转运到了周边的各个医院 来进行救治 那我们所了解到 目前还有部分的这个伤者呢 在陆续的被送往 这个电力医院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已经有很多伤者的家属呢 赶到了现场 那为了全力救治这些伤者 咱们省电力中心医院的 各个科室呢 也是紧急调派了 相关的医务工作者 协助咱们急诊的医护人员 来进行这些 伤者伤情的救助 那么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 目前这些伤者的病情呢 已经是相对稳定了 大概受伤的呢 几乎都是脑部的皮外伤啊 或者是被玻璃柴子划伤的一些皮外伤 还有就是在匆忙逃生的困难当中 所受到的一些轻伤 但是目前呢 这个伤情呢 基本上已经是处置完毕了 情绪也是比较的稳定 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希望这些伤者能够尽早的平复这个情绪啊 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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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